亲爱的小朋友们,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《女娲补天》。 很早很早的世界是一片混沌,当世界从一片混沌变得清明之后,便有了日月星辰,山川河流。 世界很大,很美,也很寂静。 不知过了多久,有一位天神女娲降临在昆仑山,这个女娲神通广大,据说,她一天能够变化七十多次。 女娲在大山远野之间穿行,在一望无垠的草地上点缀着朵朵小花。 可是,这天地之间太安静了,她感觉有点孤独,应该再多点什么,热热闹闹才好。 她走啊走啊,有些累了,就在一个湖边停下来歇息,她看到湖水中自己的倒影,于是灵机一动,我为什么不创造一些像自己这样能思考的生命呢? 女娲顺手从湖边挖了一块湿泥,揉成团。 照着自己的模样捏出了头部,在上面细细捏出了眼睛,鼻子,耳朵。 最后,女娲给这个女娲娲捏了两条腿,让她能在地上奔跑。 她管这个娲娲叫做人,女娲创造的人和其他的飞禽走兽不同,人有思想,有情感,有掌管大地的非凡智慧。 我要创造许许多多的人。 女娲继续用黄泥捏了很多会说会走的人,她还拽下一条长长的枯藤深入泥潭中。 当她把枯藤从泥潭里抽出来向空中挥洒的时候,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 溅落的泥浆立刻变成了人,无数的人大地上热闹起来,布满了人的踪迹。 女娲还想出了一个好办法,她把人分成男人和女人,让他们组成家庭,繁衍后代。 这样,人类就能世世代代绵延下来,生生不息。 又过了很久,突然有一天,天空中传来了轰隆隆的巨响。 不好了,天上她下了一大块,露出一个巨大的窟窿,洪水喷勃而出,倾泻下来,冲向大地,人们开始四散逃离。 女娲看到自己的孩子们,遭受如此大的灾难,心痛极了,于是她造了许多小船,救出那些在洪水中挣扎的人。 要想救人类,那我就必须要把天补上。 女娲暗暗下定决心。 可是补天,需要五种颜色的石子,有红、黄、蓝、白,轻着五种颜色。 女娲在大江大河里找,在高高的大山上找,好不容易找到了所有的五彩石。 女娲架起锅,用神火将这些石子熔炼成焦壶状。 她飞到天上,用这些炼出来的焦壶,仔仔细细地补天上的大洞。 为了让天空更稳固,女娲还从东海找来一只巨大的龟,砍下她的四条腿,用来树立在大地的四方。 这四根天柱,把天幕像帐篷一样织起来,从此人们再也不用担心天塌下来了。 做完这一切,女娲累得是筋疲力尽,可是抬头望去,天上还有一个大窟窿,没有补好。 大水仍然在肆虐,五彩石已经用光了。 于是她下定决心,拼尽最后一口力气飞向了那个窟窿,女娲用自己的神魂补了天。 而她的身体分化,孕育,造福着生灵,她所爱护的人们能在春天播种,夏天劳作,秋天收获,冬天休息。 小朋友们,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,那就请你分享给你的小伙伴们吧。 你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,并点亮小铃铛。 这样我们有新的故事更新时,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咯。 小朋友们,我们下次见。